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上礼拜五的时候 北检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 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而台北地方法院竟然准了 准了以后代表 现在这个案情巩固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北检拥有的资料 已经可以说服台北地方法院 这个金华城土地增加了20%的融奖 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所以你得到的110亿9千多万的这个金额 它就是一个不法所得 如果是不法所得 我当然要扣押 可是问题在于说 为什么北检在这个时刻 你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你这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你还要逼沈金金做什么样的妥协 你还要逼沈金金做什么样的让步 才能让这个案子完美的完结呢 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是 现在的冷钱包已经找到了 金钥匙也已经找到了 现在的关键可能就是最后一领路 而这个最后一领路 可能就是沈金金的最后告罪自白 如果沈金金最后真的认罪了 而且将这个案情整个清楚交代之后 这就像郑文赞那五百万的汇款一样有 因为有一个证人 他清楚交代整个过程之后 让整个案子可以清楚地完结 如果沈金金真的招供了以后 钱的来往 钱的去向 真的非常清楚的话 这个案子就水落石出了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平民的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瘦宋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报总长 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3位是赤森本田赵宇轩 大家好 好 第4位是赤森本田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4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邮助会 大王 好 第6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钟晓平 大家好 好 刚刚讲的是 上礼拜五时候大家都点破眼睛了 怎么突然北检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说 我要扣一下清华人的土地 而台北地方法院同意了 同意的原因代表 北检说服了地院 代表你的证据已经清楚表示 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个多出来的110亿9000多万 它就是一个不法所得 好 第4位来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大动作 现在我们慢慢铺绳出来的消息 我们得到消息是 原来冷钱包已经找到了 很多的金流已经找到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审计金的画压了 而且简单来讲 目前为止 柯文哲已经在这个狗头杂 或是虎头杂上面了 狗头杂 要不要斩 就看你审计金一句话 你认罪了 你把所有的犯罪事实 老老实实地交代之后 柯文哲就斩掉 斩掉的时候 你的金华城才有保住的机会 可他不是要扣到110亿9000多万吗 而不是讲说 这110亿9000多万 是不法所得 如果是不法所得 你就要跟我吐出来 简单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的地方法院或检察署 他们的新闻稿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是针对所谓的20% 就是荣讲的这20% 保险我跟他讲 我们现在查了 这个有问题也不只是只有这样 392到560 或是说另外的荣誹的 荣誹的30% 大家说可能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问题他为什么只有说这一项 因为这一项是最明显 可以勾及到柯文哲的 所以如果这一项能够把柯文哲就直接定罪了 对 我跟他讲 或许后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慢慢再说 所以他等于是跟这个 跟这个省经厅说的很明白 我现在是说这20% 这20%这样子 我先帮你扣腰 如果你敬酒不吃司法酒的话 你要我继续查 OK 我可以从392到560再查 荣讲30% 我也再查 查下去的时候 你进化审视最后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本来看到说 哇 这个111亿9000多万 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 对 可以你说对省经厅来讲 这个精华广场的整个土地 对 它的土地利益刚刚讲的 是800多亿 对 你就算扣掉110多亿的话 他还有庞大的利益在后面等着他 可是你说 其实地检署后面还有备案 当然 整个法院背后还有备案 如果你不听的话 现在是动你一只手 是 我可能动你一只脚 是 你再不听 我脖子都把你砍掉了 当然我跟讲 对地检署来说 他在意你这个金华城这些案子 不在意 他在意就是 柯文哲 所以我 藉由施压审经厅 跟你讲 你要不要交出一切 对 你交出一切来说话 柯文哲 如果我们能把他定罪的时候 好办事嘛 你也可以 你搞不好可以认罪协商 怎样 这不是讲吗 你现在都已经 租到医院里面去了 现在不是讲 连冷钱包都找到了 金钥匙也找到了 金流也找到了 是 那你干嘛还要憋审经厅呢 简单来说 目前为止 我们得到的信息来说话 所有的犯罪的 大概轮廓都已经找到 柯文哲的冷钱包 因为是B 或者他的金流 事实上既然都知道 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是就是差什么 差什么 沈金晶你的这个 自白书 你的认罪自白 这有这么做吗 怎么样给他 怎么样给他 因为你要把他对起来 你不是 金流是一个证据 但是呢 如果人 这个你的口供 又是一个证据 抱歉 办柯文哲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没有铁证如山 实锤的证据的时候 你觉得万金会怎么看 会有反弹 当然 所以你一定要 非常完整的物证 金流 什么都非常确定 你看金流这么明确 民众哪来跟你说 这个根本是假的 你看 就这样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沈金晶 真正他的自白书 他讲出所有一切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完全开花 就完全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 沈金晶非常重要 我就跟你讲 他只有说 这20% 还有很多案子 在后面等你 你要不要赶快出来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111亿9千多万 只是刚开始 那只是第一道菜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还会陆续上去 当然 你现在刚刚讲 从390到560 从560到840 每一步都有问题 当然 我每一步都可以砍你 当然 目前为止来说 检查都有在查 对不对 392到560 这个过程里面来说话 跟之前的 这个监察院 有相关的这个状况 这里面也有 金流相关的这个状况 另外包括说 像这个荣 荣讲的这个部分 还有荣乙的这个部分 你看 其实法院也有在查 检查官也有在查 可是检查官没有说这个 他只有说这20% 所以我才讲检查官还留后手 还留后手 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案子20%就把它解决 这个20%的荣乙就把它解决掉 就OK 如果你真的硬是要跟检查官硬扛的话 第一个 这个20%可能官司要有了打 再继续打 好你打完之后 我们再继续给你查这个 392到560 继续查下去 你觉得沈晶晶是谁啊 他铁定完蛋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沈晶晶来讲的话 快刀斩乱嘛 如果这20%我就承认了 就这样子嘛 就这样 好那这20% 如果假设这20%没了 我还有其他80% 但是如果你旷日费 只在拉下去的时候 保险不是只有这些他拿不到 你沈晶晶自己本身 你搞不好公司都要破产 而且我们看到今天 今天中工跟中石化的股票都大跌 你说如果今天他不能赶快出来 不能赶快解决的话 今天只是刚开始 对整个沈晶晶的集团 对他的整个江山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土崩瓦解的状况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他这个已经被法院扣押了他的土地 扣押土地来说 现在就有人就说 台北市政府赶快让他停工 我跟他讲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停工 其实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土地被扣押出了 就算你盖完了 也不能卖 给你持有支障 你也是没办法卖 因为产权没办法卖 他土地就在那个地方 你没办法卖 那个土地已经被法院注尽了 既然法院已经注尽的话 他就不能做任何的产权转移 对 所以你让他再盖完的话 中共搞不好他也觉得 我不要再盖 我跟他去搞不好 搞不好最后也是空一场 所以现在对他来讲的话 他怎么办 赶快来解决线 把这个官司赶快把它解决掉 快速在那个案子 不论是好 这个官司解决掉的时候 20%好 就是我认罪 我交给台北市政府 或是怎样 大家可以谈 谈了之后 这个案子就可以继续盖下去 反之你官司越拖越久的时候 你再惹了其他官司都出来的时候 把这个案子继续大概就完蛋 就毁掉 所以对他来讲 很简单 他现在要快刀斩乱马的 赶快停损这20% 所以像今天的中宫 今天的中室 苦加都出现一个大跌的状态 我跟他讲 现在他们还不至于 马上会有财务的危机 但是你越拖越晚的时候 会有财务危机 而且我跟他讲一个状态 目前为止的 银行团是没有要抽他赢根的打算 但是 如果你越来官司越来越多的时候 392到560都有问题 甚至连农奖都有问题的时候 你觉得当时到时候的 银行团要怎么办 他搞不好当时就真的要抽 因为你整个案子全部都是违法 所以跟你讲 目前为止的说话 事实上还 检掉还可以省心经历 你好好想一想 你现在只有20% 如果你真的最后 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 那也休怪我们对你无情了 现在的整个案情 那个轮廓 真的已经慢慢摸到了吗 因为我知道 你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你跟地检署 你跟连政署 也都有这个所谓联络 你说他们现在的反应 他们的表情 都比过去开朗很多 而且现在连政署也特别说 他们也施压了 也对台北市政府讲 希望赶快做这个 所谓的停工的动作 要全面的对省性经施压 我感觉他们的情绪转变 情绪转变了 是从李文中跟朱雅虎的破口 突破之后 我觉得整个流暗花明 就又一村了 你说他现在讲话的口气 表情轻松多了 对 整个态度 因为毕竟有一个行贿者 一个收贿者了 只要有一个贿 行贿跟收贿者 代表这中间 有不正利益的流动了 那现在只是说 这个不正利益 到底最终流到谁的手上 还有这个不正利益 到底有多庞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收网而已 那上个礼拜 大家记得9月25号吧 提讯沈静晶10个小时 这件事情 大家一直在想说 他在那10个小时 到底有没有招 有没有全招 当时我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因为我一直觉得 沈静晶为了那20%的容积奖励 他是最不可能招的 他会拼了 对 他会拼了100多亿 所以后来我觉得 北姐一定里面有高手 金融侦办金融犯罪高手的 专家在里面 告诉他商场的手段 你就是要把他 寄予最大希望的 这一个地方 金融光卡 把他扣了 对 让他没有 这个后面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司法制度 是可以拖10年 20年的 大家知道 当年大巨蛋李树德 被判9年 到现在都几年 还在一审而已 所以对沈静晶来说 反正我忍两个月 我现在还在这个 借护就医 也可以吹冷气躺病房 人两个月起宿之后 我就出来了 我就交保出来了 之后我就丢给律师 我还是爽爽过 我的大不好日子 而我的金融广场 可以边打官司边盖 边盖就边卖 到时候等到订阅以后 金融广场在哪里 在哪里 在无数人的手上 都已经卖了 都已经盖好了 所以沈静晶根本 时间在我这里 在我沈静晶这里 然后压力在北浅那里 但是北浅出大学 把这个土地扣押以后 我告诉大家 即便我台北市政府 要让你金融城说 不要紧 你继续盖 你继续盖 我告诉你金融广场 都不见得会继续盖 他不敢盖了 越盖赔越多 因为又不能卖 大家知道不动产 就是靠着预售 先慢慢的把资金回笼 第一个 我不能够预售了 第二个 我盖完拿不到使兆 所以我边盖不就边了解吗 我还不如把它冻结在这里 好啦 那现在时间转 压力转回到沈静晶那里了 沈静晶你要打官司是不是 你要一审二审 你要拖十年是不是 没关系 我这块土地就给你扣十年啊 你就期待十年 或是土地飞涨 你还拿个回去 所以时间压力 现在不在北浅了 看沈静晶如何抉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逼沈静晶 保大或保小 原本沈静晶这样大小都要 我就跟你杠了嘛 赌十年后 我还有这百分之二十的几率有多少 可是我现在背景就是 我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放弃那百分之二十 你认罪 然后协商放弃那百分之二十 第一个你才盖到一楼 大家知道金贵房才盖到一楼而已 你还可以变更设计 把原本的百分之二十 其实只占一万多平方公尺而已 把它去掉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跟台北市政府讨论用带金买 我给钱 对 可是你保全的是什么 你保全的是剩下的七百多%的容积率 就是它的容移 加上原本的五百六基准容积 你就你的百分之三十的容移已经给你了 对 还有你从三九二到了五六零 这个部分我也给你了 所以你看嘛 八百四扣掉一百一十二 容积率 容积奖率是一一二嘛 八百四扣一一二 你还有七百二十八 你这七百二十八还价值一千亿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嘛 就问你省力金要不要 所以你鼻子摸一摸 与其全部八百四被扣在那边 五年十年 你还不如解封以后 解扣押以后 我认罪解扣押 我盖 然后我变更设计也可以 我用买 花一百多亿买也可以 总比我整个销售案被卡在那 所以两个嘛 所以你也同意说 世中的奖的 这只是第一道菜 如果省信金你不答应的话 第一个我可以给你拖 第二个是 我可以把你百分之三十的容移再砍了 我可以再把你从五六零到三九二全砍了 我让你整个金华城变成一片废墟 而且大家可能还记得 当时金华城跟台北市要这笔容奖的时候 是有签协议书的 有八十几亿的保证金现在扣在台北市 所以如果他未来认罪协商决定不要这百分之二十的话 这八十几亿才可以拿回来 多八十几亿了 多八十几亿 然后再贴一点点三十几亿 就可以当作代金把那百分之二十的容奖买回去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成本最小就是你认罪 你不认罪的话 第一个你那八十几亿还扣在台北市政府 第二个你整个金华广场 你就是给要扣被扣在台 然后你价值三百多亿的土地也不能处分 然后也不能盖也不能卖 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场空 那一千多亿跟一百多亿 现在就让你沈庆金去选择了 所以不是你选择有跟没有 现在选择你是死多还是死比较少 但是大家不就好奇是 现在不是金流都找到了吗 冷钱包都找到了 很多都找到了 朱下午骨也都承认受惠了 为什么现在沈庆金的质共词 他的质白有这么大重要 四个字 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因为你今天找到钱 然后民众党还是说 那个钱你有什么证明是对价 人家心甘情愿要给他的不行吗 去逃出饮员吃饭 为什么不能去逃出饮员吃饭 你说了一切只要柯文哲嘴巴紧紧的咬住 说这是司法破坏 这个钱都是要栽账的 都是民进党政府栽账的 可是我们欠一个当时行贿者的自白 他必须要完整的描述 他怎么跟柯文哲搭上线 中间见了几次 怎么样敲定你给我好 我给你好的这些剧情 就像郑文昌案也是这样 你这样才会有一个故事 你才会让外界觉得你北检办案是完整的 你是有情节的 你是有起承转合的 你有里面主角的陈述 现在朱雅虎跟宇文中只是配角而已 陶检的那个已经变成一个饭本了 陶检那个饭本拿了一个500万的黑色塑胶带 进去了以后放在茶几底下 双方比个人一捂什么也没有讲 出来了以后去买了很多网吧机 然后开始彼此的沟通 甚至你中间跌了一跤都把它交代清楚 今天陶建已经写到这种程度了 北检如果不能这个所谓的照章办理的话 那就丢脸了 对所以北检的那本起诉书 我高度怀疑会有15万治 15万治 因为北检号称天下第一检 然后再来说这个案子涉及的金额利益 比郑文燦怀雅客的案子多五倍 怀雅客的案子不挣利益才二十几亿 这个一百多亿 再来就是深受国人瞩目的案件 郑文燦已经是过气的政客 柯文哲可是主要政党的党主席 对不对 所以北检当然要让外界心服口服 最重要是让民众党不能再用政治的 操作去把这个案子的正当性给打掉 好 玉峰在这个办案的过程里面 你说你永远不要怀疑检察官的手段 你不要永远不要怀疑检察官的办案的狠进 你不要去怀疑检察官的抽层 现在我都看到你不但是压人取公 而且你其实对沈基金来讲 我一方面给你放着 一方面给你胡萝卜 一方面我让你住到医院去 可是我要把你抄家灭族 这件事情来讲 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定要有交代 才会有胡萝卜 你想要去医院 没问题 多少东西来一点嘛 从你找自喜 讲到晚自喜 一定有交代 没有交代一些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去吹冷气 你不可能去医院 然后大家讲说 那为什么交代的还要对他那么狠 对检察官来讲 你千万不要去怀疑宗主 肥减他们的决心 现在来说沈基金以后要想的事情 不管是你要赚100亿还是赚1000亿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对检察官来讲 你现在的命在他手上 你要死要活 你要先有命 你再讲一次 你要先有命 才有后面的东西啊 他死活在检察官手上 你现在来讲 有这么可怕吗 沈基金来讲的话 对检察官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交代 这都不是问题 你要不要去处理 这都不是问题 你今天来讲 你北检可以去扣押他的20% 20%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上礼拜五 在这边关键时刻就有讲到了 你20%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这案子就死了嘛 你这案子 你这20% 算高楼成20%吗 还是低楼成20% 你说清华广场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你就动也动不了了 所以呢 你现在把你处理掉之后呢 你沈基金要不要全部来交代清楚 如果你今天全部交代清楚 我告诉你 对检察官来讲 省事 心属属性 我今天来讲 你说的东西 我绝对棒 放在起诉书里面 你可以干什么事情 你可以争取代罪立功 所以呢 你要抢的对省性来讲的话 我要保全一条命 我保全一条命之后 我就算没有这20% 我还有这个唐龙铁工厂 他当时买的10亿 我把这个东西转一转 然后呢 改一改盘出去 我后面日子还非常的好过 但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 配合检察官 没有办法拿出检察官 想要起诉书里面要巩固的内容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就是跟柯文哲 一起再进去 继续转 继续转 你这东西要扣押多久 可是我们觉得检察官 会有这么厉害吗 检察官这两天都没有丰盛 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我觉得对我来看 检察官已经在收尾了 什么要收尾了 你看那一天的裁定 告诉大家 讲的云淡风轻 你这20%我算出来 是111亿 最后还有个6000块 你这6000块都算出来 你都给他写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个东西 已经找商办 已经找这个商办的专家 来核算清楚了 111亿 7023万 6000元 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代表什么意思 犯罪主体就是你 沈信金就是你柯文金 就是你彭副市长 然后呢触犯的法条 就是行贿罪 然后你不法利益 就是这111亿 全部都已经写清楚了 你现在沈信金能做的事情 就是争取立功 让这个案子更漂亮更完美 如果你今天还是不交代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你20% 我扣住了没有 我扣住20% 死的就是100%啦 没有人敢去碰一个20%的案子 然后另外来讲 我们看一下星光的那个部分 当初来说 就是因为他缺钱 沈信金缺多少钱 缺了100多亿 金华城是缺100多亿的 的一个物件 所以呢 你还赶快把它给打掉 然后转一转 变成金华广场 然后呢没有办法 找的星光金跟 找的星光影跟星光兽 一个40亿 一个35亿 现在来讲 这个部分要不要查 会查 当初来说的话 当初你这案子是怎么做的 包括他们的星光的读董 还有金光的这些董事 都已经被传唤过了 所以呢 问的是不是这个事情 大家不知道 等一下 我现在不是只有查金华 为什么不只有查 我已经集团 我现在星光也要查了 星光你也查进去 当初来讲到 包括独立董事 包括他里面的董事 都有已经被 教会去问过了 为什么要这样查下去 告诉大家 这一块 我北检要的 没有人敢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沈静金 他能不交代吗 现在来说 沈静金他只想 一件事情 交保 保命 后面的事情 商业的事情 后面再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 中组这个来讲的话 在做这件事情来说 在收尾了 已经在收尾了 之前在这个所谓的 法院的 这个所谓的裁定署里面 也就是法院 不是扣押了 那个金华城的土地吗 对 金华城他讲说 那个111億7千多万 那个笔钱 他用什么 不法所得 对 所以现在检察官是可以认 你中间的东西 有很多是不法所得 所以这个不法所得 第一个是 你有没有透过很多人头 三十万三十万三十万 两百多万 这个进到了民众党的里面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三十万三十万 是不是不法所得 另外刚刚讲的 那你这么多钱 你这些所谓的政治现金 那是不是不法所得 不法所得 如果你把这个钱 拿去买商败 是不是也是不法所得 所以你说 现在民众党里面的 这个党库 民众党 现在科文在买的 这个四千三百万 也都有可能 被列入不法所得 以北简的认定 不法所得多少钱 111億 前面为什么查不到 因为廉政署 他对于金流查不清楚 大家记不记得 前面 哇金流怎么找不到 可是有个单位进来了 调查局 调查局 之前被缴械的调查局 所有的资料都 倒给廉政署 你要廉政署 你要资料我全部给你 资料是资料 勾机是勾机 后来呢 告诉调查局说 你们一起来办吧 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案子 调查局一进去之后 砰砰砰砰 越来越快 所有的东西 已经都勾机出来了 所以你每一笔 用人头 假装是捐款 实际上是行贿 已经被勾机出来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这些真的是 如检察官讲的 都是确实的话 我告诉你民众党 你现在不要闹了 你所有的部分 一笔一笔 都被调查局查出来了 查清楚之后呢 我觉得民众党里面 也会有人有事情 好 我懂 现在沈信经真的已经 命悬一线了吗 现在这个刀 真的已经架在 沈信经的脖子上面了吗 如果你就范的话 我就动你的手 不就范 我再动你的腿 再不就范 他连命都没了 其实沈信经所犯的法条 并不是很严重 对 行贿 他的两个 一个是行贿罪 一个是背信 那背信可以连结 本案的行贿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检察官有权力 把这两个罪行 把皈依的话 可以豁免他 可以豁免他 所以他会变得很轻 甚至于到还起诉的可能性 都有了 我看到有些坊间的律师 把这两个分开来谈 对 其实他是因为 发生是同一事由的话 他是可以合并来处理的 所以减免也可以同时减免 这是第一个 所以沈信经法条不严重 不严重的问题是 他现在他原来为什么不认账呢 就是为了顾他的八百事 对 当时你看到黄珊珊 为什么跳出来讲说 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 就是这个二十五条 就是顾他的八百事 顾八百事就是顾这个 好几百亿的这个任意 对不对 而且这个已经没有了 这个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情况后续多严重 你知道吗 他现在这个礼拜 我估计 沈信经如果不能交保 一到两个礼拜之间不能交保的话 他的金华城就完了 就完蛋了 就这么严重吧 我在讲 第三年我讲给你听 金华城是连贷案 是由星光银行的连贷案 所以他的起造人 不是沈信经 也不是顶月公司 是中国建金 中国建筑经理公司 所以建筑 他不需要沈信经同意的 他要不要盖 他年代银行一开会 金卿公司听年代银行的 他不会听谁 沈信经在里面 在里面介护医疗 谁管他 所以说 沈信经对这个金华城的土地 现在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没有 他法律上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 所以为什么年代银行 要主导这个案子 对 就是他指派了他信任的 建筑经理公司 去作为管理人 作为起造人 起造人是建筑公司 所以我先把这个法律关系讲清楚 所以 我先讲说 他一个礼拜不出来 这个事情就乱掉了 然后大家都在谈这个 谈这个谈这个什么台北市政府 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不重要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 是一个集团的金融财务危机 是整个沈信经集团的财务危机 那他的财务危机呢 是今天会来自于哪里 不是本案的150亿的年代问题 对 因为很简单 他这个已经触犯了很多金融的法条 我们的银行法有规定 有关有一个什么规定 什么规定 当你有刑事犯罪的可能性 或伤及到贷款的本质的情况之下 银行本身可以启动加速条款 所以这个合约可以提前到齐 提前到齐 这个提前可以抽银根 对 本来是五年的合约 现在变成一天的合约 就这么简单 所以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 我解释给你听 大家都不在懂这个民进党的情况 金融管会只要一个电话 给银行 打电话给主办银行 你这个贷款品质 会有恶化的可能性 请你们要开始谨慎处理 那只要有这个电话一下 他根本有什么命令都不要 也不要文字 只要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一来 金融银行干什么 马上开会 马上开连带银行会议 然后这个动作一下来 情况之下 他更恶劣 他可以打不同的银行 打电话 所以所有省金金有关的往来银行 只要通通被通知到说 他们的融资的贷款品质有问题的话 所有后续贷款通通会停止 所以说我现在对付省金金的 我有司法的 我也有行政的 对 他完全不懂民进党 民进党有这么仇惨 当然这样是仇惨 民进党 民进党那么笨 等于菲姐在那边搞 搞到我总统的民调掉到20%吗 不可能 我一定是一刀给你砍到底了 真的没有给沈金金死的话 沈金金就不可能去咬这柯文哲 可是沈金金还都注月吹冷气了 注月吹冷气一回事 所以那这个事情就是他的企业团 企业体产生了灭顶的危机的时候 他才会清醒 对 因为他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招惹来的事情 我不是上礼拜讲过吗 我一个好朋友 昨天我也给他通电话 有他们的企业体的过去的高干 董事长其实 我们有好几个人跟沈金金讲 你千万不要去跟当道作对嘛 对 你跟他作对的结果 他非常凄惨嘛 不信邪 不信邪 现在搞出 这个事情是多余的嘛 他如果在两个月前 就去当污点证人 不是什么病是没有 对 就是刚刚淑惠讲的 慢慢打官司 慢慢搞 慢慢弄 还慢慢卖 慢慢卖了十年以后 大家谁都不知道 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卖完了 对 那你非要搞到现在变成 你现在变成一个 人为刀除我为鱼肉嘛 对 他在那边带宰嘛 那带宰嘛 那带宰的情况之下 大家最后这个 所以一个礼拜不出来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然后第二个 我今天听到一个 冷钱包有出现被找到 然后还讲到另外一个东西 是我有关系统的 有关这个 你听到冷钱包被找到了 有关系统 有关系统传出来的讯息 冷钱包已经被找到 而且还丢出来一个讯息 这个冷钱包 当时帮忙规划 去申请的这个人 是当时台北市政府的 悠有卡公司 一个高管 一个秋信高管负责 悠有卡公司的 对 一个秋信 一个网路科技的专家 他跟这个柯文哲情同父子 所以他帮他搞的一个东西 对 那刚开始这个冷钱包 在本节目由张雨萱同志 第一个发表的时候 对 很多外面的同学在笑他 什么是冷钱包啊 哪有这个回事啊 然后雨萱解释了半天 大家都有啥啥啥 我也听到 我也听到 我现在今天听得很完整 我跟你讲 是非常可靠的管道的消息 我不太报料 我重视我不会乱爆料 我所 我说东西一定有所本 起碼我 我刚刚也告诉你 我的消息来源 对对对对 那就是单位嘛 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我再重复一下 冷钱包被找到 然后呢 是他情同父子 一个秋信幕僚 把他干的 然后 这个事情就剩下 淑慧刚刚讲的最后一点 就最后那个勾兑一起来 我跟你讲 柯文哲我跟你讲 再劫难逃 所以你说今天 沈金晶如果把所有的细节 交代出来的话 那真的就是心服口服了 不会 柯文哲死不认账 他不会认嘛 因为这沈金晶交代 是他当时行贿的那个端口 行贿那个 那个当时那个moment 开始干的细节嘛 那你认为柯文哲 会把这个东西放在 就是放在 留在当时这个 几个一年前 行贿的时候的状态吗 不会嘛 他早就开始做转移的工作嘛 我昨天跟一个香港的 一个财经专家 在吃饭他讲过 我听了 他说吴董我跟你讲 沈金晶绝对不会买比特币 他一定是买其他的 泰达币的东西 因为那个比较稳定 万一比特币会突然间 会涨跌幅 100% 也可能跌300% 所以柯文哲那种 当医生人的个性稳定 泰达币 他会用泰达币 比较安全的币值 所以我刚刚解释一下 包括连那些 那个秋星幕僚的名字也出来了 包括有冷钱包 这个是再度从 这个有关的机关里面出现的 现在很多人看到了 柯文哲的计划成案子里面 还觉得非常的矛盾 如罪无礼物 有点跨谋 又为什么 你说现在好像 让我全部都那个压力都在 那个审计金上面 我要你招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干嘛让你住医院 我干嘛去吹冷气 你说没有 关键在台北地检署上个礼拜五 我们俩讲台北地方法院已经接受 台北地方法 台北地检署扣押 清华生土地 他说很清楚 台北地方法院接受就代表 确认这是不法所得 确定不法所得 那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那犯罪行为 那土力啊 不 你说光是土力 地方法院绝对不敢这么做 你说中间一定有行为 而这个行为的金流 其实也都找到了 而这个行为的金流 找到之后 关键 真的是最后 沈姓金的化压了 本来各位 这一次误会一件事 你说 哎呀金王阿诚金流到底找到了没有 很多人还半信半疑 说沈姓金怎么会去住院啊 是不是金流没找到啊 这个我们讲的扣压 就是为了查金流 错了 金流早就已经扎扎失 找到了 现在唯一的差别是 如何说服社会大众 如何给社会大众 要买一个答案嘛 否则保陵后我就问一件事情 第一 为什么沈姓金可以去住院 对不对 那理由很简单啊 今天压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他 招供 招供嘛 所以沈姓金他去住院只有一个道理 如果他交代全部的金流的话 我跟你讲 他不是住院 他直接交保了吧 放出来了 他扔得出来了 这代表他只交代一步 而不是交代全部 而交代的是哪一步 也就是李文中这边的关键 你想想看哦 如果检察官跑出来说 社会大众 我们找到柯文哲收会了 但是呢 他收会的方式是这样 是先由沈姓金呢 提领我们讲贷款里面的现金呢 交付给朱雅虎 朱雅虎呢 再把它分封给下面的7个员工 7个员工再分别以30万呢 汇到了柯文哲的这个 民众党政治线专户 政治线专户之后呢 再转到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在开假发票 拿着换到私人户头 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 民众早就乱掉了嘛 我都昏了 你到底在长什么 不行 他一定要一个 一个非常斩钉结的讲法 就是由沈姓金 通过虚拟货币 通过冷钱包的方式 给谁 直接给柯文哲 那不就一句话讲完 一道毙命 他现在要逼的是什么 沈姓金把这件事情 给交代出来嘛 他刚刚吴董在上任代讲 他说 现在他从他的朋友那边 也就是我们知道 在阵风待会这边的讯息 以及信息是 冷钱包找到了 保际公司跟你讲 从调查局进来之后 也就是FIU 我们的国家金融情报 中间进来之后 突然间风云 为什么 因为大家外界原本一直讲 冷钱包 大家讲说无稽之惨 但理由很简单 因为整个金华城 今天的不法获利所得 我们光算那个20% 就111亿了 他的整个总价 你如果从392算到840 不好意思各位 那是700亿起跳的 那你如果去想想看 700亿 那他的不法所得这么多 结果只给柯文哲 200万 1300万 500万 敢有可能 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你打发我都不可能 绝对是一来一去 那如果今天孔现金 老人家 不好意思 一咖行李箱大概2000万 你自己算一算 如果我给你30亿 你是要怎样 柯文哲家都堆满 所以唯一合理解释 整个检调 为什么要找虚拟货币专家 就是往冷钱包 结果现在 来各位 不止一个消息来源 如果只有一个消息来源 就算了 现在是包括 柯文哲家董事长 其中一个消息来源 包括其他相关的系统 两个消息而已 已经有多方消息 都正说冷钱包找到这些 那什么是冷钱包 对 冷钱包各位 来我现在给你看 这两个都是冷钱包 冷钱包呢 它的定义是指说 我今天虚拟货币 存放在离线的管道 就是说我不用连网路 我放在我家里面 安安全全的 没有人可以害客 但是它有存放的物体啊 所以你看到的是包括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就像我喝咖啡的水行卡吗 对 其实这个就是USB的一种 只不过是高阶版 就是说我透过这个冷钱包 比如说USB的方式 但它可以干嘛 它可以加密 就是说我冷钱包 是不是原本有寄注池 有所谓的公钥 有所谓的私钥 有地址 但它不是哦 你想要登录进去 查看的时候 你就要先输入你的密码 帐号跟密码 所以现在检方可能 要破解的是这一块 要crack你的是这一块 说在外界的帐号密码 有没有办法破解 因为你看哦 像这个就更复杂 这是什么 指纹别是嘛 所以等于就是说 它是硬体上 就有第一道防护了哦 等一下 如果今天有人给我冷钱包 那我给我冷钱包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密码输上去 我的密码输上去 我本人 这个按上去 这个冷钱包才可以打得开 对 而且保险你仔细看 这个冷钱包有分手 Bitcoin Etherin BnB XRP 代表说包括比特币 以太币 太达币 它都可以 它是可以放各式各个币种进去的 所以当今天剪掉 它只代表一件事情 绝对抄到类似这样的东西了 不一定是USB 但找到了柯文哲 类似这样自放 所谓虚拟货币的东西 但他们怀疑说 里面可能有庞大的金流 甚至是 已经破解了嘛 否则怎么敢出来想 如果冷钱包打开 里面零块 那不是很尴尬吗 肯定是现在找到了 包括我可能五亿 十亿 甚至五亿的金额 但需要一件事情 因为柯文哲有钱 充其量这个叫做 他说 我不知道这个剪刀 那不是我的 陈佩奇的 他给乱白通嘛 我儿子的嘛 我儿子会炒币嘛 不行 他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掌握到 你现在有财财的不明 第二件事情是 是由谁给你的嘛 谁给你的 一定要讲说 是沈静晶的嘛 所以沈静晶就变得很重要了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明明你想说 沈静晶都招了嘛 对不对 这个金流 注意爱护都招了嘛 他为什么检方还要用111 把他往死里 极限压缩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招这个对我们来讲 没有用 我现在呢 不是死法问题 我们现在是要跟社会大众 交代幸福的问题 所以只有沈静晶交代说 我沈静晶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交付虚拟货币 多少钱 何时 什么样的管道 提供了柯文哲 那就直接验证 代表这个冷钱包 柯文哲被敲到冷钱包 就是由沈静晶交付的汇款 那只要这样一锤定音 我保证 柯文哲的公信力 他的人格完完全全 就会在台湾毁灭 而这才是北减 他要达到目标 而且另外一件 传出一个消息是 本来已经安静了一段时间的陈沛琪 说陈沛琪这个礼拜 也会有动作 而陈沛琪的动作 就跟收尾有关系了 对 没有错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理由很简单 当今天柯文哲 他掌握的是什么 但你不要忘记 李文中他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帐法 他只是一个钱袋子 所以当李文中今天处理的时候 最后还是有一些小条的流向 否则我就问 我们的沛琪 怎么样去晚风徐徐 我们的沛琪 怎么样去逛豪宅 看房子 半夜连人家豪宅 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你想想看 陈沛琪现在是问什么 证人 就证人嘛 但你就不对 陈沛琪本来已经沉破很久了 为什么 低调 避风头 就最近开始说 文哲我很想你 然后开始 跑出去进座 跑到前面去 跑到这边 而且你看他脸色 铁青 完全没有笑容 老德哥 因为这个案件 你要办得水果 你要办得完美 你绝对不能漏掉 一个任何的漏网之语 而陈沛琪 陈沛琪也在里面 他自己清楚 证人转被告的时间 可能就在不远 因为现在 整个检方搞不好起诉出 都已经在朝你架构而已 只是在等柯文哲 以及最后 那个大条的贪污所的填控 到时候你柯文哲 陈沛琪 所有人的名字 都会在上面 好 所以小美 我看到今天 一点风吹草都没有 今天 連约谈 一个人都没有 我想说这个案子 是不是 踢到铁板了 上礼拜做这么大的动作 你都在精华人 做这么大的动作 感觉上你也是没有崩了 才要对整个 沈青金做这样的期限施压 可以说不是 是整个开始都有眉目了 是 它有三笔钱 第一笔钱 从最小讲到最大 9.3亿 由他们子公司跟鼎月出的 那个金流很清楚了 那这个9.3亿 来扣他111亿 够了 然后也可以交代 他只缺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送钱的 然后跟收贿的 半逸之联络 我们每次看那个 半逸之联络 当然是基本款嘛 好 然后第二笔钱是什么 你注意看 上礼拜 那个简年里讲了什么 潜在被告 还有潜在被告 来 谁是潜在被告 谁是潜在被告 第一个叫做陈佩琪 第二个 有没有讲到海外账户 有欸 儿子女儿会不会传 今天出现一个新的发展 我去问了 有意思的东西 什么新发展 欸 我不是去告黄珊珊吗 这件 我说她主持的三场便当会 她角色怎样 对话怎样 我跟你讲 里面的内容啊 数据 已经被简单官拿走了 她说 我今天问师傅嘛 你们那个 你们那个针锋师 有没有跟你 便当会的内容 对 内容 然后针锋师 有没有带 简单官拿走 有 今天证实拿走了 潜在被告 有没有黄珊珊 很难说啊 所以 我跟你讲 第二笔大钱是什么呢 海外账户 第三笔就是 所谓冷钱包的比特币 真的有冷钱包 真的有冷钱包 所以 这才是大钱 因为这个利益 总共打七百 七八百亿 你怎么可能十亿就善了 今天难道 他有几十亿 他全部都交给陈沛极 陈沛极 大概十亿玩一玩 我就看房子 我有十亿 老娘有十亿 我看这个四千三 我看这个一一二 我看这个 看那个 看你一街小宅 给他儿子买 所以 这个案子只有十亿吗 我认为有几十亿 而且 更新的发展 减年 减年不是掉那个 4300万 那个陈姓兄弟去 对 那为什么敢扣这个 很可能 根本 根本没有假买卖好不好 你没有想过 今天把 要扣那个房子 房子 如果正常的是我 我个人一票 30块买的 你不能扣人家 可是我认为 房子的钱不然送的 不然用张钱买的 你没有想过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传出 那4300万的房子 都可能扣 就代表 我不是用选举补助款买的 对 这个钱的来源都有问题 是啊 真的假的 是啊 那今天这个太怪了嘛 如果送 我想第一条先用送的 这个朱雅虎 永庆搞不好都有事啊 永庆搞不好 比如你联络好这个假买卖 你还是赚佣金 你觉得没事吗 对 好那今天重点 怎么知道卖这个房子 所以4300万也有鬼 对 对啊 多一瓶多卖15万来 是不是回头来分钱 对 这个都很难拆账 你做假买卖 我要给你一点 commission啊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笔烂账 所以 你说现在其实 柯文哲的案子里面 这五大案 其实是万流归宗 万流归宗 这五大案 看起来是不同的案子 甚至是不同的厂商 其实它都留到 同样一个地方 都留到政治现金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后来慢慢突破 就是什么30万 30万给党的啦 或多少多少钱的 给这个所谓的 这个计券走步的 现在原来 检方已经找到这个Mega 从这个政治现金 从党的捐款回推之后 所有的钱都清楚了 我们看到 柯文哲处理钱的方法 有几个嘛 第一个可能就是 刚刚大家说的冷钱包 那这个就是 事无不可 就是不可以 给人家知道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 透过现金 直接一包钱给你 那这点更难查 因为你不知道 他把那些钱放在哪里 可能台北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 第三个就是 他透过政治现金账户去洗钱 为什么说 那为什么要透过政治现金账户呢 好好的透过冷钱包 好好的直接cash 藏起来就好了 但是透过上述那两个 那一些钱永远都是脏的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钱变干净呢 不能随便动的 对不能随便动的 因为他只要 医院选举医院财产申报 你怎么又多了这些财产多掉 那个钱你如果一包一包的钱 永远摆在家里 那只能那只只上富贵 看着心痒痒的 可是只要拿出去 就像郭伯修 放在他的船部底上 躺在上面爽的 可是你真的要拿去花 那个钱就要是洗干净的 要是干净的 譬如说他就要去营造一个说 我从选票补助馆退了七千万给我 我才有四千万去买这个房商办嘛 你钱要洗过 那大家想想看 除了这个以外 陈沛琦还去看一亿两亿的豪宅 那这些钱又要从哪里来呢 代表还有一些钱准备要洗 或者是都是用这些管道 木可或是早期要成立的 所谓的治疗公司 可能都是要做这些事 所以他有很多钱 很多钱可能就是透过正常的政治现金 化整为零 又或者用人头 然后进到政党的政治现金 进到这个个人的政治现金 然后到基金会 然后再到木可 那我之所以说 一定要去查政治现金 是不只是威京用人头 我们接到一些检举 包括说这个特定的时间点 也有一些企业 他用他的董监士 甚至用他董监士的太太的命令 对 在同一个时间内 化整为零去捐 那是刚好大家 所以给柯文哲有很多这种化整为零 其实大家只要去看 30万捐好捐满的人 你背后可能都会对应到一些公司去 其实这都可以查了 现在我知道就是 检联单位也在从这个线索去查 里面有没有可能跟其他的案子勾基上 又或者是威京不只是这一些 包括说政治现金 那些所谓的最后一个月 那捧着现金来的那一些的背后 是真人或是虚拟的人 所以不只是虚拟货币 可能连人头捐款都是虚拟的人 到底有没有那一些人 因为你知道匿名捐款只要怎样 Excel复制贴厂匿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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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面完全不需要交代 捐款人的名字 也不需要开立收据给捐款人 所以这些所谓的匿名 到底是匿谁的名 我意思就是说去调查 银行的监视器 谁捧着那些钱存到银行 是闪币呢 还是一捆一捆的现钞 就知道那些 是不是真的都是小额捐款 好 我知道 现在有一个人我看不懂了 那就是黄珊珊 黄珊珊以前不是努力地去解释说 那不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条例的24条 是第25条 25条就是台北市政府认为 我有都更的需求 我直接给厂商的 然后还去跟人家吵架说 你根本不了解 国土署的这个看法 怎么突然之间就没有声音了 而且他过去一直都在陈佩奇的旁边 结果昨天陈佩奇到了土 这两天陈佩奇到了土城 也没看到黄珊珊了 陈佩奇昨天到土城 然后他们昨天还有一场在台中 就黄国昌到台中 也到土城两边在跑 他们的整个50场 所谓的声援的大会 大概昨天为止就是 悄悄算是工程圆满 没了 结束了 有50场吗 就大概就算是 整个开奖大概告一段落 那昨天这个当然看不到黄珊珊 因为黄珊珊整个戏演一演完了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黄珊珊 今天的表现就是在这个 在国防委员会 在国防委员会 这个我看极为荒谬 你知道吗 这一辈子也没有看过黄珊珊 有谈过国防议题 对 不管公开私下 直询或她参加立法委员的 或是我们有学者讨论会 黄珊珊八竿子跟国防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突然间她洋洋傻傻 谈了一大堆 这个她去了这个台 这个台美这个 这个国防这个 这个工业这个 什么什么会议 对 以后她回来变成国防专家了 然后职群国防部长 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了 黄珊珊已经转型成功 因为这个 这个北检的这个动作 已经扣押了这个地 这个111亿的 军华城的这个基地以后 对 就不讲话了 她已经她就放弃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她是跟着这个 跟着金钱走 这个立法委员 有很多当很多很多干法 但是黄珊珊的干法呢 她一辈子那个轨迹 她的足迹 就哪里有钱 跟着那个钱在走的 那看到这个金华城这一摊 跟柯文哲这一摊 收了 大概已经收摊了 这个摊子已经收了 所以另起心如灶 就到国防外交委员会 准备搞国防的前课 那柯文哲被她丢包 我现在发现 最爱柯文哲的是你 你到现在对柯文哲 还念念不忘 你还跟我讲柯文哲 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现在还有看到黄珊珊在讲柯文哲吗 没有 你有看到吴英勇在谈柯文哲 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陈志涵在谈柯文哲 没有 他去高雄度假了 还有 你有没有看到黄珊珊在谈柯文哲 也没有 他们都把柯文哲丢包了 本来现在民众党对于柯文哲 就五个字 我们怀念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完全已经没有人再提柯文哲了 往事只留在追忆就好了 现在 真的没有人提了 那当然嘛 因为理由很简单 原本他们对外来要办一场造势 我就说大家我们一起来出洞 就救阿伯 就保险哥你知道出来多少人吗 几十个人 小猫可能最多两三百个 根本没人出来 号召说我们来抢救柯文哲 司法不正义 就你知道吗 他们后来索性说没办法 头都洗下去了 全台湾说要办七五场 我们干脆改名称好了 保险哥你知道出来名目是什么吗 他说我们要反 那个废死 你废死 你实时废死 不是 这很搞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黄国昌 他最早出来十代医院的时候 他就支持废死 他主张废死 他现在说不行 我现在反对废死 好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讲上得了梁山 下不了台 整个柯文哲的案件 没搞头 社会都对他唾弃了 我们只能干嘛 转移焦点 所以你仔细观察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讲的徐甫 包括我们讲陈志涵 以前是什么 捍卫柯文哲急先锋 就保险哥 你知道他们现在跑 人跑哪里去了吗 在哪里 高铁站被野生捕获 西加大约大约小小 不是啊 柯文哲满月 去高雄了 你说好大家要挺他的嘛 没事没事 避风头 我们去度假 过一个快乐的 所以你看喔 但是他现在整个活动 所以之前讲说 是铁草集结 土城挺科 结果铁草集结 土城挺科的时候 刚才讲 黄国昌有趣 张旗坎有趣 可是你关键的 之前在你旁边 最重要的哼哈恶叫 黄珊珊跟陈正汉 黄珊珊不要讲了 他已经十天 超过十天都没有 顶科文哲了 你知道吗 以前每次出来开记车会 都是谁当先锋 急先锋 黄珊珊啊 冲到最前面啊 結果后来发现 对 今天有开记车会 跟黄珊珊不见了 徐甫不见了 派谁 派陈佑成出来 派谁 派林正宇出来 我说好好好 没关系 至少你们心里面有阿伯 愿意把阿伯交换 就保里哥不是 你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 他们谈什么 容积虑 容积虑 要保住 他开始骂谁 他讲话 所以你讲话 所以陈佑成讲 金华珊调到报告出炉 查无不法 别再政治办案 结果 今天台北地方法院 已经扣押了金华珊的土地 政委中间 一百一十一七千多万 是什么 是不法所得 大哥没关系 他没有在怕 他没有在管你的 他直接今天台式跟你出来 出来说什么 说金华城 绝对不能停止施工 绝对不能勒列停工 不能阿 万安 今日的柯文哲 会变明日的蒋万安 那蒋万想说奇怪 我又没有要盖什么东西 我停工管我何事 他们现在的诉求是 警告蒋万安 今日柯文哲 明日蒋万安 对 所以有一个人最尴尬 是什么 因为与此同时 这些我们讲 各位都是黄珊珊的人马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时包括陈佑成 包括另外一个林真宇 那时候出事情的时候 人跑到哪里去 全部跟蒋万安 跑到国外坐飞机去 跟现在的许甫跟陈志安一样 去度假咯 跟我们没关系 结果呢 黄珊珊开了一场 记者会之后 把所有人都招来之后 突然间这些人 开始很关心 但关心的每一件事情 都跟柯文哲无关 都是净化成龙几率 所以再讲一次 我们怀念他 净化成龙几率 柯文哲本来是台湾 政治希望的一个所在 他是台大的医生 他过去的这个习像极为了 大家希望说 他这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可以给台湾的社会 给台湾的政治 来一些清新的改变 可是没有想到 你现在看到了金华城 你现在看到了北施根 你现在看到他的舞台 真的是臭不可闻 没有想到 进到政治这个大染缸里面 他完全坚持不住 他完全渗透在那边 比别人更黑 比别人更脏 而且他拿钱的手段 比别人更粗鲁 更粗暴更不堪 现在你看到了 他喜欢到八八会館 这是大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是台大的医生 你过去专门负责的 就是救人们的生命的 最后一线 可是你居然沉迷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沉迷在这个地方 大家其实问说 那你进到这个地方 你还有无许别的地方 还有这个八八会館 这个负责人 是一个洗钱的高手 而在这个中间 你到底是透过他的洗钱 还是说你学习 到了洗钱的手法 当你学习到 这些洗钱的手法之后 你之后才敢这样子 胆大妄为呢 他在这一段里面 有两位来宾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 资深媒体人 王维德瑞丁你好 大家好 待会儿资深媒体人 杨维珍也会加入讨论 我们都没有想到 阿伯真的变了 过去我们想像 他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 没有想到 进到这个染缸 他被污染成这个样子 刚刚讲的 现在清华生 不是我们讲的 台北地方法院已经确定 那个清华生的土地 很多部分20% 根本就是不法所得 既然不法所得 那就是犯罪 犯罪你要有证据 而这个证据 看起来 已经可以说服地方法院 这么大的地 这么可怕的土地 甚至中间有什么 行困的状况 你现在想说 柯文哲怎么敢做这些事 就现在传出来说 他的人生态度改变了 他以前是生死之间 他以前的生死是 黑色跟白色 黑一白之间 可他现在发现 他世界 还有彩色的这一面 而且这个八八会馆 事实上是 柯文哲会说什么 I like it 我敢 对林文文说 阿伯 我要常常来 这样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 事实上他的个性 已经转变了 在整个在台北市场 第二任期的时候 因为接触太多 往来吴白丁 大家都这样 招待他 保持我跟他讲 事实上不是只有去过 八八会馆 就我们所知 他是跟沈晶晶 也去了大安附近的招待所 另外也去了新店的招待所 另外就我所知 但是他也常常跟台北的建商 很多很多政治 很多这种所谓商业界 他也去了非常多的招待所 你说招待所的基本规格 就是这样的 里面富力堂皇 里面紫醉精品 里面充满粉味 好姐你每天这样去的时候 你个性会不会变 我也会变 对 你慢慢慢慢 我都想去了 你慢慢慢慢 就会迷失在这个灯红酒绿 还有这些这个诱惑之中 好 那么简单来讲 这个很多配备都有 包括说车子接送你来 那绝对没有问题 在那天晚上一定 因为这里面来说 很多谈事都是男生 男生的过程里面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 女生来这个地方 就他们通常都会叫一些 陪死的 所以你说这些 咽咽咽咽咽 这些高矮胖瘦的漂亮女孩子 对 都是去八八会馆的 对 没错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天吃的也都非常好 他们八八会馆 还曾经请过这个米其林 移工的主厨来这边外汇 你要吃什么 移工啊 对 台湾唯一的米其林三星 你要叫什么餐厅来说 他们都叫得到 你要谁 你只要当先点菜 譬如说今天我们招待刘宝杰 你今天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好 我们帮你点 马上就有 你要点什么 你要什么 都可以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这里有最好吃的菜 有最好的酒 有最漂亮的女生 对 那你知道 他们有些后面服务的人 就是每天晚上都整理出 非常大量的垃圾 吃的啦 用的啦 还有很多 我们不能够讲的东西 一大堆东西在这个地方 那一大事就是这样 你看 每天拍到 你看 他们这个八卖会馆 我们以八卖会馆为厉害喔 他们每个礼拜 大概有三场这个招待会 都每个礼拜喔 三场 然后三场来说 只要车子开进来 你就说 今天又有这个party要开 然后很多女生就会来 然后里面的厂子在这样 如果你吃饭 吃到一半 你吃移工觉得不开心 旁边还有这个 游乐器让你玩 你要射飞标 什么都有 那另外一个 他连吃饺子老虎都有 对 另外他们有个 这个中 这个中岛的这个台 中岛的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酒 甚至你要喝什么酒来说 这边都可以提供给你 所以你要酒啦 要玩具都有 什么都有 当然KTV一定是有 他们中间还有隔成非常多的 这个小 这个小的这个沙发区 你可以在那边谈事情 都没有问题 最最夸张的是什么 他里面 他们的中间来说 包括像喝酒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之外 旁边有四间小房间 四间小房间来说的话 就是可以供你要去谈心等 或者说你要去做一些 相关的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开了房间就进去 那不跟八楼一样 而且非常非常类似 八楼不就这个样子 而且他们是里面 谈事情的这样一个状况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些房间 所以到这个地方你看 要屁事谈心都没有问题 所以等于是说 你去这个地方 当然你会迷失在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实在 太多可以玩乐的地方 所以一楼有 私人餐厅的专属厨房 二楼刚刚讲的 有些大的圆桌 有那些沙发 三楼还有所谓的游乐区 甚至刚刚讲的 你这里干嘛 你要吧台有吧台 有KTV有KTV 你要撞球桌 有撞球桌 你还有飞标记 你连拉叭机 吃饺子老虎都有 对 没错 他们还有DJ 如果你真的要在那边跳舞 我们可以DJ给你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事实上 里面玩乐应有尽有的一个状况 阿北真的喜欢 而且事实上 大家可能都会喜欢 你多去几次来说 你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地方蛮不错的 不论是说你真的 如同柯文哲说 他去那边吃饭 吃了两分钟 坐在那个地方吃饭 我相信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好啦 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现在大家不就踢爆 他至少去了88会馆两次 当时人家就问他嘛 这个2021年的 2022年的11月27号 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去过两次啊 就他说 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就去那边吃饭 五分钟就吃完了啦 然后他上空上空上空 可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会去88会馆 对 因为去了两次的时间点 里面来说的话 跟你这个行贿 跟沈金经行贿你的这个状况来说 两次兜了起来了 因为刚好就在便当会的前后 他不但是在便当会的前后 我不知道 今天不管是林炳文 或者是郭哲敏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是洗钱 当然有人讲说 柯文哲的个性 不可能透过郭哲敏来洗钱 也不可能透过林炳文去洗钱 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而且最近刚刚不是讲吗 现在郭哲敏刚刚讲 你去行贿警察的 不是现在开始没事了 可是没事不对哦 他现在原来郭哲敏他被扣了 两亿多的加密货币 郭哲敏是懂这个加密货币的 他不是洗钱哦 他有两亿多的加密货币 现在被扣了 两亿多的加密货币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现在的调查军 我们的洗钱中心 他是有能力去扣加密货币的 对 没错 因为爸爸会管大家知道 他里面有洗钱 那洗钱来说当然 除了地下会对之外 还有一些就是加密货币的 相关的这个操作嘛 那就讲到说 事实上没有错 我们政府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开始严防这个 加密货币的这个犯罪行为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 保洁 你知道我们4月中法务部 也建制应该叫 扣按虚拟资产的这个监款系统平台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虚拟货币都扣住了 只要是我拿到任何的货币 譬如说你看 里面有泰 这里面一个 泰达币 泰达币 然后用多少枚的这个状况 它都把它写得非常清楚 它这样 你目前为止 我们是把所有的冷钱包 都过去的 你要扣管的话 你除了这个包括金钥 或是冷钱包的USB之外 你还要把相关的这个注记池 都要记得非常清楚嘛 那未来不用 未来都把它变成是这样子 我把它这样虚拟 把它这个完全整理出来之后 变成一个可视化的这个管理 我可以知道说 我扣留了多少东西 扣留了多少东西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平台呢 简单来说 它讲得非常清楚 等待确定判刑之后了 把末入或是发烦被坏的人 以激励剥夺被告的不法的所得 也就是简单来说啦 我只要扣住你的这个USB之外 我就有办法把你 后来把你破解 破解之后 等到这个案情告一段落之后 我会把这个钱呢 假设是柯文哲的话 我会把末入 就让你没有钱了 他的用词是彻底剥夺被告犯罪不法所得 简单来说就是 你现在被扣住了之后 插刺也难非 破解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或许不肯讲你的相关的 这个注尺没关系 你都不用讲没关系 反正我们之后呢 有办法给你破解 这个只要一段程序之后 就可以破解了 破解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保管起来 保管起来的话 日后呢 我们就会对你进行个查扣的这个动作 所以郭志明不是说 你家里的现金现在已经没有查扣 是 连你这个所谓的冷钱包里面的 2亿多的USTD DT 都也被查扣了 所以也就是说事实上郭志明已经被查扣了嘛 好 那今天不是传出来说 这个所谓柯文哲也被查扣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现在检察官 或是说像地检署来说 下一步是什么 查扣了这个金华城的这个土地 扣押了土地之外 接下来有什么 可能4300万的商办 目前为止也是锁定啦 因为现在传言说 4300万已经约谈了相关的 这个陈佩琪所说的那一对买方 那一对卖方已经约谈了 约谈了之后呢 假设他这也是不法所得 他被扣押 另外包括说像民众党的政治现金 因为这210万的里面来说 至少已经有5个金华城的员工说 我们是上面给我们钱 我们再分明钱 所以这已经涉及到不法所得 所以民众党的政治现金 转户现在的4300万这个商办 这个商办的钱到底从哪来的 也可能是不法所得 都有可能扣押 对 没错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金流或是未来要扣押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我就告诉你 事实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后段 逐渐要收网的这个状态 以前我们知道的柯文怎么样 他是在台大医院的地下4楼 太平街在地下3楼 他居然在地下4楼 他说他的一天工作时间 12个小时以上 他都每天努力的在这个 所谓的重症防闭上面 结果他当了市长 我觉得我不可思议是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资料 他喜欢去88会馆 那88会馆那个什么场面 纸醉金迷90肉铃 这个柯文哲这个我很惊讶 因为我 我曾经听林彦宁跟我讲过 说柯P去过他们的88会馆 然后大概去过两次吧 一次是朋友带他去的 有一次是他自己带 他柯P带了大大小小一大堆去 有两次 最少两次 我跟他这样讲 所以第一次是柯P被动被找去了 第二次他就主动想去了 他主动去了 可是我没有很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林董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说柯P也不来过 柯P也不来过 他说他对这个地方很 他对88会馆很称赞 就说这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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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棒 因为我没有去过88会馆 对不对 这个地点 但是我别的这个私人会馆 我当时去过很多了 可是我就我的理解说 柯P这个人 因为他刚开始当市长的时候 我曾经担任过他的台北市 药理基金会的这个董事三个 监察人三个月了 这中间跟很多一届的人 跟柯P一起有吃过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会搞一个小的卡拉OK唱歌 大概有看过他这个样子 看他也很深色 也不是很习惯的感觉 因为他过去在台大当时 这个急诊科医师 对 没有人在请急诊科医师喝酒的 急诊科 没有固定病人嘛 急诊科医生不是来了 就转到别的科系 或者转到后 就往太平间送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土包子 就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当他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你刚才讲的就是 这个人生的这个彩色的片段 被他发现了 所以他也觉得人生是黑白的 他甚至还去怀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他说他都是生死之间 然后去追求真是生死两相安 他现在发现生死之间 还有生活 对我觉得不是生活 奢侈的生活 我觉得淑慧刚刚的定义比较对 就看到一个医生 一个大学教授 从一个高 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 这个道德地位 到这个 到这个 这个变成一个堕落的天使 你知道吧 到堕落凡尘 到到 跑到阴沟去了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让人家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的学坏的速度 非常的快 看他那个样子 穿个高腰裤 土不垃圾的嘛 对不对 虽然你当台北市市长 我假设说我是女生的话 我也很难去喜欢他 对 可不是想到他那么魅力无穷 你知道吧 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已经有很多的 新的这种生活形态了 你知道吧 变了 包括唱歌 唱歌 因为他当时的选择 要去用唱歌那件事情 是他主动要求那个 那个经纪公司 对 戴什么林的 戴力林嘛 对 帮他来规划他的 他主动想我想唱歌 对 帮我安排 对 我当时也在想 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个怎么可能是 就是后面这几年的 市长的这个彩色的 生活的过程当中 创造他一个 本身一个欲望嘛 对 那个欲望 唱歌发表会 他演唱会 他办演唱会 大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 都错了 我觉得淑慧今天解读的 比较正确 就是奢迷的生活 奢迷的生活 是纸醉金迷 他交往了一大堆的建商 对 财团 银行董事长 还有营造公司 都往来的人嘛 对 而且往来在他面前 就是日值万金嘛 然后带来的这些的 接待的一些的小姐们 或蓝士们 一个一个都是美若天仙 对 都是人间有物 在他看到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 一定会难以置吧 而且后来的行为 就越来越乖张嘛 没错 他就看最乖的 应征员工通通找漂亮的嘛 对不对 就是荒谬的事情嘛 对 然后开始 想有些人就被赶出去了 对 然后就开始 他们跟他最想你的太太 就开始有冲突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他的生活 其实跟家庭生活 不是那么美满嘛 那这个问题 他的工与之辖生活 是非常的彩色了 这才是真正的科问者 所以他后面的这个行为 你这样才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这几年跟这些厂商 干了这些事情了 对 所以说为什么他在收钱的时候 一点都不会觉得有违和感嘛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厂商 去汇给党部的钱的时候 你看名单不断不断的透露出来嘛 后来我就发现 你记得他跟那个许文娟 有一段对话有没有 那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有一个line 我们公布过 他说某某某某某某某 他是讲说有一笔钱 对 现在处理好了没有 他处理好了没有这句话 他大概要两个月时间 才能处理好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一笔钱 他许文娟要去处理 李文娟 李文娟要去处理 要花两个月时间处理 后来我才搞懂了嘛 因为我看到王定宇的一个告发函 他把他匿名化 他把一笔整钱变成散钱 变成99999嘛 就搞了一大堆的99999出来 999出来之后呢 就把那些钱都匿名化 结果就是 刚刚这个淑慧讲的他在洗钱嘛 他就在洗钱啊 他说什么钱他都拿了嘛 他就在非常聪明的 这个是只有他能做得到 对 所以我当时我看到这个他的总账 所以我就发现 为什么他那个钱 要全部汇到木可 你知道是什么关系吗 要洗钱 因为那些钱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现金 不是因为选举 不是因为蓝白盒 对 不是因为他的行情看好 他政治现金 都不是 我们都搞错了 对价的现金 根本就是对价 前面的收费的汇款 他把那个汇款到后面 那个市役里面 要洗白 有很多黑钱 很多脏钱 他其实一直在 他一直在一直在这边洗钱嘛 所以他为什么不给立法委员钱 对 那个钱都是他的 你买去桌甲换来的 我去坐牢换来的嘛 我怎么给你这个 给你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这些各地立法委员去 所以他的立法委员的捐款是多少钱 零元 零元 零元对不对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做真正的市役 所以那个市役的募款里面 我高度的怀疑大部分的钱 是他跟厂商收的张钱 他在利用这个时间 你看他大概百分之多少 三十以上 全部是利民的捐款 所以为什么要搞利民捐款 为什么他需要李文春来处理 这些东西 所以他生活的糜烂 到收黑钱 然后变张钱 张钱来洗白 他全部一个人 干十年的政治生涯里面 他创造了很多台湾的先河 你看他搞了基金会 对 他搞了协会 对 他搞了这个 政党了 搞了公司 他搞了很多公司 他搞了二十几个账号 在搞这些钱 所以他大部分的后面的选举的时间 他不可能跟侯友宜合作 他目标就是要把他的钱洗白 他没有想要当选 他已经想要退休了 已经想要捞一把 就拼一次 义无反顾 捞一次 义无反顾 捞一次回家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是义无反顾 再跟减年斗法 好 玉峰 该讲的 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通过了 接受了台北地检署的要求 我真的把你给查扣了 查扣那个书棉 我们外行人我们看不懂 跟你们内行人讲说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 快要解案了 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裁定写的 本署的检察官就是北检 北检检察官征信科姓被告 然后法条是什么 贪污制罪条例 然后犯罪主体有谁 有科姓 柯文哲 彭信 彭震生 省信 省庆经 然后共同违法徒利行为 而获得奖励融金20%不法利益 这是犯罪所得 英语没收 确定 这个已经说服了法院 这是不法利益 这是犯罪所得 刚刚那就是土利而已啊 土利是这样子 你要用土利来讲的话 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里面 其实你没有看到的 这是一个有 请求权基础的一个裁定 你通常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先讲了 北检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今天要去查够 它这个20%的奖励融金 你换算出来 如果没有上层来决定 100 111亿的话 你这数字不会那么精准 以后未来起诉出上面的不法所得 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111亿 还有个重点就是 你这个请求权基础已经出来了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至少要起诉 在起诉的过程 你才可以丢出来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拿钱出来担保 你北检就是一句话 我北院就要接受 不是说我未来111亿 你知道吗 它扣的是谁的土地 是鼎月开发的土地 鼎月开发上面的母公司是 中石化 它是一个 上市上位公司 上市上位公司 你这个弄下去之后 你不是说金华城是小省的 No 金华城是顶月开发 顶月开发是谁的 是中石化的 中石化是谁的 上市上位公司是大家的 大家投资人的 你想想看 他的投资人 今天来讲 开盘 先给你个4%5% 往下跌 这个东西来讲 对一般国民来说的话 如果我持有中石化的股票 我火不火大 我生不生气 如果今天到最后 如果把月 没有办法给有罪判决 这些小股民 跑去北检给你围起来 你这个东西你要还我 这个是要国赔的 你到时候 北院不是鼻子摸一摸 那个北检 你说那个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那个吃不了兜着走的 黄俊丽不是说你升不了关 你现在这个关都有问题了 对 而且呢这个最可怕的是 这个裁定不是我北检说要就要的 是北院你要核发 核定之后呢 这裁定才会生效 然后呢才有办法去地震机关 把它做一个扣押的一个预告登记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赌注 北院为什么会准 因为北院已经看到完整的未来的诉讼了 他一定看到了我的请求权基础 我的起诉内容还有所有的证据 我一定要看完我才可能准 所以你说如果办案没有告一个段落 这个金华城的图像没有完整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去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就算我想扣押 地院也不会准 从这一点就知道说至少金流有了 对价关系有了 这个前脉每个人的角色也都清楚 这都是清楚明白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它准与扣押呢 这表示说我现在扣押下去的话 对我的案情发展 对我的侦办是有进度的 如果没有的话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金华广场现在只做到第二层楼 第二层楼机组结构往上的话 预计明年一月要上梁 所以如果我是北院 我会告诉你说 你再去补强证据 我们一月来看看 我只要在上梁之前 准与扣押就可以了 为什么在上梁之前 我就卡 这么急 就弄进去 弄进去代表什么意思 北院也是要负风险的 北院为什么要负这个风险 代表你今天给北院看的资料 是让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的 表示说我看完你给我的这些资料 未来起诉的方向 还有你的诉讼方向 有办法让我形成一个有力的判决 所以这些东西他才敢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北院有陪你玩干嘛 我等你正式起诉之后 我再来扣押 可不可以 那现在已经有什么样的资料 在整个北检交给北院 让北院看了这些资料之后 他有信心做这样的判裁定呢 我觉得至少钱一定是有 如果没有钱 没有金流的话 法院不可能 你知道吗 这111亿 我们讲的直白一点 粗俗一点 这都是现金 这些现金 如果你没有金流来对照的话 你空口白话 我就要扣押这111亿 北院肯定做不来 好 对的 该讲的 你说这个礼拜有非常可能去 干嘛 去约谈陈佩奇 约谈陈佩奇 就是整个拼图里面的最后一块了 嗯 除了陈佩奇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系的 还有 这个非常重要的人 你忘了把李文中收押的 里面的这个财定书里面呢 有说还有一位 潜在被告 还有一位潜在的被告嘛 那这个潜在的被告 除非是陈佩奇嘛 否则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嘛 那陈佩奇现在是证人 不过为什么 因为陈佩奇事实上呢 等到检察官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以后呢 找陈佩奇过来 不要忘记他现在的身份是证人哦 证人不能说谎 证人一说谎的话 尾证这些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证人来了以后呢 问你一些东西 先让你做笔录 画押了以后 我随时可以再停上 马上把证人转被告嘛 可是陈佩奇都讲了 你都已经把这件事情搞得我们家四分五练了 我们这个家都快要崩溃了 你还不能放过我吗 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那么上个礼拜 让我们最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直接行文台北地方法院把金华城价值111亿的松山段西松山段的土地全部扣押 这个扣押跟民事假扣押不一样 这个刑事的扣押是犯罪所得的真扣押不是假扣押 而且是不法利益 你知道这个不法利益要这个解除只有两个办法 什么办法 第一检察官不起诉处分 那当然就没有话讲 检察官就不扣押了嘛 第二个是要全案宣判定验 那我问你那你坚华城现在怎么样 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因为民进党跟国民党都不满 你台北市长这个蒋万安为什么不直接就停工嘛 蒋万安在今天晚上有了最新的说法 什么说法 他们不是说今天要行文到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去吗 他问要不要停工嘛 这事实上这是规避一个责任啦 讲白了啦 他规避一个责任就是一属理工 不是我直接要停工 国陪到我没关系 你不能事实上不认我 事实上不认我 事实上不认我 事实上不认我来找我 订阅不要来找我 另外一个是 蒋万安今天就直接讲了 因为呢 已经台北市政府对金华城施与不施与施工勘业 所以呢 你等于是实质停工了 因为如果你在施工的话呢 我不承认啦 你懂嘛 我也不发那个所谓的 他这样做什么意思 他这样做 我们不能说他是违贱 违贱是合法 然后再加盖叫违贱嘛 他变烂尾楼啦 你知道吗 他现在在盖的变烂尾楼啦 使用之材不在乎你 你盖这么多都没有什么用 而且事实上呢 他还在提醒这个 等于说 带给他的相关的银行 要注意喔 我台北市政府 已经不让他施工了 施制停工了 你继续 你如果不仅说银跟 不宇天收散的话 喜搞变烂尾楼 你银行血本无归啊 这才是真正让 掐住这个的 威京小省啊 要钱要命自己选择 很简单嘛 现在已经不让你选了 你自己要想办法嘛 至于我补充一下 在场去过 这个招待所最多的 应该是我吧 真的假的 招待所跟各种行业 我是为了公事去了 我是社会记者啊 除了林玉峰之外 我当主管 当记者 都必须要 我个人讨厌那种地方 但我非去不可 真委屈 所以呢包括特种行业 跟招待所 烂痛了 特种行业跟招待所 我去过500多次 你们绝对不相信 你们以为招待所 都一定在那种很特殊的地方 对不对 我要告诉各位 台北市的很多招待所 除了88会馆之外呢 各种各种的 包括帮派也好 包括政商名流也好 � н瑚南路 东锋街 四围路 养德大道 后面的德行东路 这些都有招待所 包括在健康路 松山谷这些 外面几乎都没有砍棒 当然有高级的招待所 跟 等于说 这个除了吃饭之外 比较特别Special的招待所 我问你大家一件事 那么如果单纯都是一个招待所 我们纯吃饭都是谈事情的 对不对 可问题是 如果一堆都是男人谈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要怎么谈 谈不下去 对 都是 一堆腿有没有 腿就是一堆男的嘛 一堆腿有没有 我问你谁来敬酒 谁来倒酒 谁来劝酒 谁来带动气氛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需要有那种拉拉队 有专门的人在那边带动气氛干嘛的 有人要倒酒啊 难道是主人自己倒吗 那我同样的质疑嘛 你不要以为我中国也没去过 我中国也要去过啦 中国去过的时候一样的道理嘛 好 四位 刚才讲的 现在你也得到了一些的讯息 现在看起来 简连得到的资料 比我们想象来的更多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 你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冷钱包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是金流已经确定 金流确定 为什么今天还要用金华针的土地扣押 给省信机压力士 最后那个拼图是 他的自工 这个自白 他的自白 才可以让这个案子完美结束 让人心服口服 我们刚刚说 简连掌握的证据 第一个比我们想的更多 第二个他查的比我们更广 应该不止金华城这个案子 也不只是560到840 这20%的容金 你说392就开始查了 或者是还有其他案子 就是他们民众党 跟柯文哲这几年的政治献金 或是相关人员的政治献金 可能都有在被清查的行列里面 看看除了109年3月那一段奇幻之旅 突然七个人说 走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去捐款 那种奇境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所以简连查的案子不止一个案子 查的深度查的广度 都比我们想象要再更多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说 他扣了金华城 除了是逼威京表态以外 还有一个是真的很怕说脱产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脱到起诉以后 这些人就会被拒保就回去 回去以后大老板还是大老板 党主席还是党主席 该做的事还是可以做 该卖的卖 该拖的拖 到时候等到如果法院定验下来 二审可能是十几年后 请问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追讨这些融稽率 楼地板卖都卖光了 甚至顶月公司还存在与否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像当时保龄查试 发生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要去把负责人的财产 给他扣了下来 因为是保全财产 所以现在顶月只剩下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老板认罪 认赔杀出蛇小宝大 第二个就是顶月有没有财力 同样拿出一百多亿出来 来担保 说你把我这个解封 我要正常的这个生意运作 可是你有没有能力拿出一百多亿呢 答案是没有 因为顶月只是子公司 所以当时这个 沈静晶拿了石头搬自己的脚 他想要用子公司 左手放右手这样去玩 可是换了一个顶月财力不够的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北柬做到这个地步 其实他有希望台北市政府要配合办案 所以北柬来给我们这个裁定书说 法官已经损许我裁定了 希望我们地震机关马上配合去登记 停工 不是登记 我们地震事务所要赶快把那个 土地所有权状筑记登记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也知道台北市政府 没有法源去停工 因为停工只有第一个出现公安问题 第二个建造是违法嘛 但是现在因为还没有起诉 所以北柬非常大心的 随着他的文还提供了 内政部的一些函事给我们参考 这些函事就是教导我们说 你可以暂停施工勘验 所以这不是讲话 就把自己想起来 我告诉你是随着北柬来的 北柬都想好了 对 北柬来着文以后 停止施工勘验居然是北柬 他把内政部的一些函事 同步的提供给我们 暗示台北市政府说 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北柬当然 他自己单独办案是孤单的嘛 如果你行政机关 也可以同步配合的话 我觉得行政司法的配合 会让这个金华城 让威京的压力会更大 你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多人都昏倒 他真的以前是台湾的 所谓的政治上的希望 觉得这么样的一个干净 这么样一个简单 每次都讲我吃 我吃便当只要五分钟 他还表演给我看说 他便当最后那个汤 他都把他给喝下去 他把手指头都给我开桌 你知道我每天写多少字吗 我写到我的手指头 都有印子了 我比别人看 我比别人卡临金 我比别人卡临金 他又聪明又认真又打贏 我想天底下拿到这么好的人 就现在怎么变这个样子啦 本来跟你这样说也没有说 为什么 你那时候看到的柯文哲 是什么 是为别人而活的柯文哲 还记不记得 柯文哲 我从小认真读书啦 老婆我妈妈帮我安排的 工作我也没办法 就填志愿 填最好的志愿 请问现在这样的柯文哲快不快乐 不快乐 所以柯文哲 后来他终于发现了 有一个重大的转捩点 让他决定为自己而活 什么要为自己而活 当他柯文哲还记得吗 以前柯文哲在从政之前 他叫什么 叶克某专家 他是叶克某文明世界 所以当有一次呢 他去到中国被奉为善兵的 他才发现 原来我错了 我以前都错了 我应该要为自己而活 人生除了黑白之外 还有彩色 柯文哲的所谓的 除了那个消毒药水之外 还有昏迷啦 对 叶克某经过之后 他发现 哇 原来这才叫世界 原来这才叫人生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跟你讲 我说去吃饭 旁边有没有人陪 不知道 但你知道吗 我才发现有花名册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讲的兴高采烈的 但不是 他说这个花名册就是 我们吃完饭之后 把自己的房号贴在上面 贴在上面之后呢 就会有外送服务 Roon Service 到房间里面去 Roon Service 对 那宝典个问题是 柯文哲在什么场合讲这个 你怎么会 对着女秀莲讲车话 乱七八糟 所以宝典你懂吗 他为什么会在女秀莲 而且 他太太也有没有在这样 因为他太开心了 对 他忍不住了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 他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而从这个时候 柯文哲的那个开关 那个switch 打开了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 2014年的时候 就担任台北市场 担任台北市场 就开始陆陆续续 所以媒体人揭露说 柯文哲怎么会在 2013年的时候讲这种话 是代表那个内心萌芽的 不是 你刚才讲 他的第一任 还是在压制住了 他到第二任 然后我们再讲 他去了八八会馆 去了招待所 去了大安 大安区的招待所 去了新店的招待所 去了刚才讲 很多神秘招待所 他就不一样了 本来说这叫什么 牛迁到北京还是牛 当时柯文哲 这叫什么 很乘的 他展现书以 很乘的 这种感觉嘛 对不对 但是他有没有门路 有没有管道 没有啊 他就充其量 去到中国的确他上兵 因为夜客 但在台湾他什么 他是急诊室 黑白的 没人要来 但直到他当了 第一届市长的时候 战战兢兢 那时候还是你讲的 为别人而活的客户者 财报做清楚 到后来之后 开始有管道 开始认识黄珊 开始认识建商 开始认识神经兢之后 不同啊 开始认识林秉文之后 不同啊 秉文啊 人家第一次是林秉文找他去 第二次他主动开口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不错 我常常去 很舒服 所以你代表什么 柯文哲终于找到他人生 如何为自己活的方法 如何为自己活的管道 但他最大特措的是什么 他如果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如果不是收费的话 我们讲 是一般人做生意的 我们讲我给他掌声 代表什么 你为自己活 我了不起 但当你是政治人的时候 这变成什么 这变成极致的堕落 但是柯文哲回不回去 已经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因为他一旦藏过那个天头 这是他内心最深沉 来自ego 来自本我的渴望 而这个渴望 一旦得到满足之后 会变成什么 所以他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也难怪什么 你要去看好 你要过这种日子 你要很有钱 所以你的心理学分三个 一个叫做超我 以前柯文哲是什么 叫做一个超我 我是一个道德高大上 智商157 我要为生死之间 去拯救病人 但后来他终于本我 为什么 因为本我实在太舒服了 本我实在太有趣了 本我才是彩色的 超我是黑白的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柯文哲 最后会变成这么样 完全不意外 会参 整个金华城安里面 最大的一个方法 就是上礼拜五的时候 地检署居然要求说 我要扣押这块土地 没想到地医院 北院居然准了 北院准的就清楚地认为 这是一个不乏所得 不乏所得利益高达111亿 你说 你去查了 导播我们看哦 这就是会参帮我们查了 这个金华 也就是威京小省 威京起态 所有的财务报表 你说这东西只要一卡住 威京就完蛋了 一卡住威京小省 省计金就登玫瑰啊 是原本省计金 想要打的算盘是什么 反正我就 怎么样我就让你官 我只要我的命脉 也就是我的这个金华城 盖得下去能变现 能升出1600亿 那我所有困境 全部都解套 因为按照顾具来讲 你官司没有定案之前 这个你是不能让他停工 不能停工我就去盖 继续盖的状况下 你这个是我的财产 这个宪法保障 你也不能叫我财产 不能处分 我就继续卖 我继续盖继续卖 时间到了 这个就有很多 三一第三人 你也拿我不能怎样 他绝对没有想到 地检会搞这一招 是因为地检 现在也就是 你这是不乏所得的情况之下 像地院这边开始申请 要去扣押你的土地 没有想到真的核准 一旦核准的时候 我跟你讲 所有银行团就会讲说 哎呦 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你现在一定会冲击到买气 因为以后可能没有办法过户 在这种情况之下 银行团就会开始思考 那我还要继续 把你这个连贷的钱给你吗 还是我现在搞不好 都要雨天收散 除了连贷的银行团之外 我跟你讲 另外一个是什么 沈金金长期以来 都是一个超级杠杆 等于是借薪还救 它的负债非常高 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以 所以去查的合并报表 真的负债很严重 对我跟你讲 你现在上面看到 第一个叫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有高达665亿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你的流动资产有665亿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就让我试破 后来我又另外查出来 好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流动资产是665亿 对不对 它的负债总额是多少 是669亿 然后再来 它的整个资产 它上面有写 有1457亿 那如果你1457亿 我就有一个疑问 我想说 怎么可能你 省清金的你整个资产 会有1457亿 其中你的流动的一个资产 竟然有669亿 那后来我就发现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问题出在我们最右边 那个图表存货 它的存货 各位观众 最右边的那一个 它的存货总额 竟然来到499亿 老天啊 这个存货总额 我大概只有听过建筑业 因为建筑业 你有很多的余屋没有卖 它可以变成你的存货 你的中实化 你是在卖CPL的 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存货 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它是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的意思就是 你会连你的子公司 也一并练进来 你有没有看到 其中有一个 在建房产 它里面的一个存货资金 竟然来到了467亿元 好 那这里我大胆假设它是什么 它去认它的顶月投资 也就是金华城现在盖的 它把它认为是它的存货 那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你这样认下来之后 它手上除了这一个存货高达499亿外 还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流动的一个 投资性的不动产 投资性的不动产来到了402亿 然后还有一个非流动性的资产 来到416亿 换句话说 我简单来讲 沈青青现在是搞一招 我现在不是有顶月吗 我顶月不是有金华城吗 现在在盖当中 它把它认定有400多亿的资产 我另外有淘租饮员已经盖好了 那淘租饮员不是整栋 其实才卖一户吗 但是它那一户 它自己自己买的 它用18亿买了 所以它说 没有 我这个虽然只卖一户 可是我有卖到18亿 所以我其他没有 全部用18亿税 没有 其他没有 对 其他没有卖的余屋 每一户都18亿 所以我这一栋 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一栋 我认定它的资产有400多亿 所以这个资产是我随便讲的 对 它的资产都是它创造出来了 所以它的资产都是假的 但它的负债都真的 对 它的负债都真的 所以刚刚我们讲 它负债有多少 它竟然是它负债有600多亿 好 那宝洁哥 那现在是这个状况 我后来又想了一句 不对 那它现在约当现金多少 因为你知道这种公司 杠杆玩的大公司 最怕什么你知道吗 现金不够 对 最怕现金不够 最怕你被银行抽银根 所以我现在查到了一个东西 这个查到的是什么东西 它现在手上的约当现金 只有56亿 它的短期的负债 一年之内要付掉的短期负债 192亿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哦 它的一年以上的长期负债19亿 那我就不懂啊 我就问我一个朋友 为什么这家公司 通常我们长期负债会用两年以上 为什么它一年以上就算长期 但是它的短期负债竟然高达192亿 他说因为它不断地借薪还救 它不断地半年就借薪还救 跟你说实在 就像吴总讲的十个锅子 五个盖 它一直要换 它其实就是 不断地用借薪还救 借薪还救 所以它的短期负债才会到达192亿这么高 那我现在就问一句 如果现在真的有抽银根的状况 如果现在真的资金 所有资金全部都不动的情况之下 它约当现金我刚刚讲多少 56亿 结果它要付的短期负债多 192亿 所以它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一个财务缺口 再加上不要忘记 今天一开盘 中石化跌了7.78% 只剩下8块多 这样跌下去的话 它所有去抵押 包括它可能拿股票抵押 全部都会因为抵押比不够 它的资产又开始衰退了 它的质押根本不值钱了 根本不值钱了 还有第二件事情 因为我上个上上礼拜我就有讲过 中石化在8月份的时候 一口气处分了高雄的好几块土地 近张了七十几亿 我朋友跑三冠营记 他说他现在高雄的其他厂房 还在出售当中 换句话说 他现在真的是因为 现在财务出现一个大缺口 所以他必须把它所有能卖的 尽量卖到来补这个缺口 所以他能卖都卖了 这下就是想卖也卖不掉的 现在所以关键就在于 这就跟登美贵了 登美贵了 所以现在关键就在于 一旦这个土地被扣押 真的所有这个短期借款的 马上就说你现在给我还钱的话 那真的沈庆金 我看他可能也不想出来 不想面对 现在完全资金窘坑的状况 好 武总 你曾经讲过说 沈庆金只要在一两个礼拜没有出来 他这个财务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登美贵 我本来也听不懂 后来看到刚刚这样子讲 我现在的约张现金只有五十几亿 可是我的短期负债有一百九十亿 这个差了三十倍 差这么多 这个我觉得 这个半年报要会计师签的 怎么会签出这种东西来 我觉得蛮怀疑的 因为所谓的资产重估 他现在资产部分 资产就估得 我刚刚听起来 这个秀申讲 大概 惠申大概讲说有四百多亿 那这个怎么会 这个会计师怎么签得下去 这个过去可能没有人 没有人注意到了 那今天如果在本节目里面讲 我觉得尽管会做注意的话 这个报表可能要让人家退回去重签 因为你怎么可以把顶月的未实现的资产 就把它编列成一个 一个现代的资产 一个四百多亿的资产的造价 因为任何资产的重估 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 也就是说要有建价公司的签证 才能够认列 那知道你本来就知道 小省的这个财务状况不是很好 现在更惨了吗 第一个他这个报表有问题 我认为不能列了 如果报表有问题的话 重签 报表问题从修正 修正重签的情况 这个公司会面临到非常大的考验 你知道吗 考验的话 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 就会把原来中时化公司的贷款 会面临到这个贷款品质不良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贷款品质不良的可能性的话 会让中时化的融资银行 会有产生疑虑 那这个疑虑的话 那这个流动性 我认为中时化会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考验跟挑战 我觉得小省如果不出来自己面对的话 因为听起来它里面拿的资产部分 我现在随便乍听一下的话 是两个东西嘛 一个是淘租引员嘛 一个是清华城嘛 那清华城是属于债建工程 怎么会变成资产呢 这个有点乱搞了 那小省如果自己不出来面对 来跟银行解释这些东西的话 它可能这个在中时化的部分 在短期之间就会面临到有 被银行要有可能 要有补担保品的可能性 所以你说你才是讲说 小省要赶快出来去处理 它整个公司的问题 我说两个礼拜不出来 它公司就倒闭了 我认为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大概只有两个礼拜时间 这两个礼拜 那我认为以他的耐性 他可能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已经昏倒一半了 因为这个事情的造成 不能怪别人 因为他旁边很多朋友都劝他 包括我在内地都劝他 我说一开始你就去当污点证人嘛 他第一天当污点证人 把柯文哲咬了 是不是现在快快乐乐的 还可以去扯那个八百四啊 对不对 他只要不要得罪 不要得罪赎贵就好了嘛 对不对 跟赎贵道个歉 全部都就结束了嘛 没有没有没有 八百四十不行 搞了半天 搞成这个德性 对不对 搞成这个 这个变成这个家破人亡 现在变成这个情况 这惨不忍睹嘛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 已经在跟检察官谈判当中了 那我就看他 如果一个礼拜之内 都能够出来的话 交保 交保到外面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知道 这个就是刚刚雨萱讲的 柯文哲是剩下 我们怀念的柯文哲 怀念的柯文哲 好 雨萱 刚才讲的 现在原来不知道 他在台湾搞得很惨 他在中国搞得更惨 这个让我们这一步讲嘛 猪牙虎跑到了中国去干嘛 就帮他去散后的 去散后了以后 被人家打到 吐血回到台湾来 那我就在想 他在中国到底搞什么 要疲漏 还搞得真大的疲漏 把他告诉你 陈静静这个人 他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职业烂尾 但这个烂尾 是有缘故的嘛 如果头部总先生 跟我们讲的 他跑去赌博的时候 赢的时候他会干嘛 把钱带回家 输的时候干嘛 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小沈 其实他说动用旗下了好几个 他还有分门别类哦 包括我们讲的 中石化 中工等等 他说我们要把扬州 打造非常大 因为他那时候 有一个西境中国梦 结果那时候 他打造什么 不是一个城 是一整个叫精华区 他说台湾之窗 我们精华区 要把达到成 两万平方米的这种 发展区域 你想想看哦 那个时候刚新建好的时候 这就是扬州精华城 底下人有没有多 有 蓬勃发展 人非常多 弄得非常好看 结果没有想到 这时候灾难开始 这是扬州精华城 对扬州精华区 它是一整个区分为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结果一期有没有盖完 有 精华城盖到一半 结果等他开始弄到第二期 开始弄到第三期的时候 发现完蛋了 法律哥 问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惠臣刚才讲的问题 这已经尬不过来 所以他变成是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的 这个什么 遗警院啊 遗警院啊 二期的啊 或者是亚太大厦饭店啊 酒店啊 有没有盖 有 盖乱办就完工不了 盖不下去了 对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 你知道逃出影院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逃出影院里面有个秘星 一模模一样样 里面没有电梯 很多东西都还完全没有装潢的 所以代表他根本就是一样 先盖一个壳出来 真的假的 还是摆在那边嘛 这根本不能用嘛 没有电梯也没有装潢 所以你这个 当然你可以去那边 他精玉奇外耶 对 但是我跟你讲 确实是可以唱 拿咖时间卡OK 所以你看看 他后来扬州精华城 也是这种搞法 结果干嘛 嘎不过来 资金杠杆嘎不过来 直接申请破产 这个破产还是怎么被知道的 是因为底下的承包商 说我们根本请不到款 所以去告他 然后就跟法院申请 最后呢 才列轮破产 破产之后 你知道神经说什么吗 说哎呀没有 那个金华城跟我们 忠实化 跟我们中工 完全没关联 保险过什么他这样做 他当然是赶快切一切嘛 省得说你这时候追在 追到我这边来啊 你像就有两个例子嘛 西米华有没有追到 优骂 为什么 他用他整个逃出影眼 下面13家 14家子公司 所以最后呢 他有办法干嘛 可以涉及底啊 我这个东西 我可以追得到啊 那追不到就像谁 就像林秉文啊 追不到款啊 所以你想想看哦 那个时候你看 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你不觉得很怪吗 每轮每换 看起来是没有错 但是你仔细 放大镜 一拉进去发现 不对啊 那暖狗狗啦 这边有这个形状 烂尾楼 对嘛 烂尾楼 而且你看 它不只是一个 什么红绿灯 光一个区域哦 精华城也好 德星大厦 阿梦 五彩世界 全部都是在 同一个区域里面哦 就变成这样子 都只盖外表 甚至有什么 精华城 二管 那个时候一个区域 他还说 我要一二管全部盖 结果发现什么 不对 两个只隔了 我们讲合体 两公里 结果你发现 两栋都烂了 全部都只盖一半 那全部都没盖完 甚至更惨是什么 这个至少还算是 有用心下去盖 只是盖不完而已 它在第四期 也就是 它是一个商业中心 旁边有什么学校啊 有什么行政中心啊 有什么商场 有卖场 但最外围是什么 它的梦想 要盖一个 我们讲的住宅区嘛 就是所谓的 避袭隆庭 就不好意思 避袭隆庭 跟我们讲 房地产间的东西 现在全部拆掉了 为什么呢 连盖都没有盖 全部一片荒烟漫草 跟所谓的T17 T18 一模模一样样 而最后 这个扬州精华城 就变成扬州精华鬼城 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 真的是大杀四方 原来他现在 甚至每个总统在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跟共产党 没有人管得了他 特别是民主党 现在的总统 管不了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攻击 我们来讲 他在加沙走廊 不断在哪 当然哈马斯 基本上都已经快 赌国发现了 哈马斯要引导人 已经被杀了 他干什么 去杀珍珠党 杀到珍珠党怎么样 珍珠党没人敢做头了 没错 实际上这个最近 以色列可以说 是大杀四方 他最近多线进攻 第一个 他除了这 他突击黎巴顿 对 黎巴顿 黎巴顿他已经炸了三次了 黎巴顿继续炸之外 珍珠党都已经快要 被他毁灭掉 另外还炸叙利亚 炸伊拉克 然后炸这个哈马斯 这还未来可能恐怕 也要炸伊朗 甚至他攻击了胡塞组织 保杰大 事实上现在 他要打伊朗之后 拜登只能够劝他 你不要打他的核设施 现在拜登根本拦不住他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今年四月的时候 伊朗不是发射过一次 攻击以色列吗 当时拜登还拉住了 就说你就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再攻击伊朗了 事实上当时的 纳坦亚无听了 但这次纳坦亚完全不听 所以说 美国派航空母舰去 美国大力地 介入中东这个东西 他其实不是 帮以色列去打别人 他其实是想办法 控制住以色列 不要打下去了 你知道最近 把这个媒体 美国媒体报道什么吗 以这个拜登 跟这个纳坦亚 有两个奖定 要讲到拜登骂他 但是纳坦亚 我根本不甩你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根本不 就认为说 你拜登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反正你快下台了 对 没错 那他前一阵子就见了这个川普 川普其实是战争和他基因 川普还说 你可以打他的核设施 事实上现在川普是站在 这个所谓纳坦亚无这一边 那现在贺锦丽他也不敢讲 那打到呢 贺锦丽这几天接受媒体房 说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和中东 所以现在美国两党候选人 都不碰这个话题 所以现在是纳坦亚无就打到死 他这个时候最好的机会 就把你打 所以现在没人管纳坦亚无了 他就开始大开杀战 你看那国王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德亚兰当局 杀战亚以色列的话 最后下场就像 这个加萨走廊 或黎巴嫩一样 就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现在杀的 什么样状况 就跟他讲 看一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 这个图是之前的 这个以色列公布了这个 这个所谓 真主党 对 真主党的这个所谓 他们的重要名单 你看 他们我们不是说吗 他们要铲除了就 一个一个 全部都没了 全部都杀掉了 这是真主党的组织图 真主党的组织图 全部领导人都死了 对 连他们最高领导人都死了 纳斯鲁拉 他已经执政了32年 过去以色列都没办法动他 这次全部把他给干掉 整个组织断掉 他这次轰三次 从9月23号开始轰 然后9月30号 然后10月6号轰 轰的时候 就以这个9月30号 这一次最夸张 这一次轰炸死了 纳斯鲁拉就被炸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